女人 倚孟 我是你的 不是 那些大女人 你卻是 我可以 你做朋友 你做朋友 我做朋友 你做朋友 好 Leadership 讓你做朋友 擋住 我 早上就去了 那肯定是我们今天会饿的 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的腮红打得好红啊 今天早上我们去吃早餐 去吃一个brunch 然后是去见一个新朋友 本来天歌不是在我这立下生死状 说永远不去吃brunch 他今天因为没有什么事情 他闲着 所以他就想跟着我一起去 我就把他也带上了 我从游轮上下来之后 感觉我的脸整个都宽了一圈 就是整个这一块都圆了不少 一味儿arda 他才是在我这一块都 喜儿的 一味儿都要一颗 还有该多看到 还有这个 上面有一个 一味儿都要一样 有一样 那么他在你身边 一味儿都要一样 他给你带自己带来 一味儿都要一样 你带自己带自己的 那他觉得他要买 所以你会和他 都要一般 更不妥 这么多 这么说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又出门了 今天是周一 早上八点钟 很早 我们出门 今天有朋友邀请我们一起去出海钓鱼 就是坐那种小船去海上海钓 然后我们现在出发去 圣桃沙的一个码头集合 今天早上还下雨了 不过现在八点钟 雨都停了 然后也出太阳了 应该天气还可以 到了 到了 我们到了 走去集合 就是这个上面 哇 好大一个船 我们可能是那边的小船 我们要出发了 然后我们现在全部都在船的前面的盖上 好玩 不动了 一点都不动 这个尖会这样弯是吗 把风向拉一点 天鹅 天鹅这个鱼钩 这个鱼竿都弯了 又是才 哎呦啊 他最连找不到了 但是这也是太熟了 如果肥一点 哦 哦 嗯 嗯 嗯 好啊 好啊 我感觉 钓了好多小鱼 然后都放回去了 哇 好晃 快来坐会儿 快来坐会儿 哇 这浪还挺大的 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 天鹅好玩吧 好玩 累不累 有点晒 晒还是挺晒的 可能会黑一点 还是有点热 你的胳膊和腿都有点晒伤了 我觉得都红了 你这没有涂那个粉晒是不是 我们就我们是三点钟 回程 现在差不多应该要往回走了 这个好吃 等一下我要把它揉上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I just don't know what to do I wanna spend the night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天 现在是中午 我们早上去了一趟超市 买了一点菜回来 然后因为昨天晚上吃了火锅 吃的还挺饱的 所以中午就准备做两个简单的素菜 天鹅昨天去剪了头发 看看好看吗 新头发 今天中午天鹅要做一个他最近两天新学会的菜 叫豆腐脑 是东北菜吗 偏北方的豆腐脑 豆腑脑南北方都有 上面有那个卤汁的豆腐脑 他之前已经做过好几次了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他现在在切木耳丝 然后旁边准备了肉丝 这边有一点香菜 这是天鹅刚刚切的所有的配菜 木耳很重要的 然后这个是蘑菇 这是什么蘑菇啊 白色的蘑菇 白色的成长那种蘑菇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然后天鹅把它切成两半了 就比较细一点 然后下面有黄瓜丝 这边有青椒丝 这边都是一些蔬菜 然后切成丝 一条一条的 然后我们买不到那种没有味道的豆花 一般外面卖的豆花都是甜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豆腐来做 这个是 应该是能买到的最软的豆腐 嫩滑豆腐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什么 葱花 葱花和香菜都是最后放的 然后天鹅现在再调一个 淀粉 水淀粉 因为做出来那个卤汁是那种 有点粘稠的 所以要先做一个水淀粉 就是凉水加上淀粉 要这么多呀 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蒜 葱姜蒜 是吗 这个还要爆锅呀 就是肉丝对不对 肉不用腌啊 OK 这是蚝油 生抽 生抽和老抽 这个是老抽 然后往里面加水 加到多少 没过这些菜是不是 好香啊 已经闻到香味了 盐嘛 然后再往里面放一点食塞香 加完开水之后大火烧开 你现在做这个菜都不用看食谱了 这么厉害 我跟天鹅都很喜欢吃这个菜 很家常的味道 是不是 反正煮一会儿 就往里面倒刚刚调的 淀粉水 水淀粉 皮皮怎么坐那儿了 趴下了它 来看爸爸做饭 好像个狐狸 然后加了水淀粉之后 汤就会变得慢慢的比较浓稠 还是要煮一会儿 把那些东西都煮软 现在就让菜在锅里面煮一会儿 把菜都煮熟 然后煮软一点 然后把汤煮到比较浓稠 对吧 我的讲解怎么样 不错吧 大概煮了五分钟 然后现在准备把豆腐炸进去 把它盖在这个汤汁里面 然后再稍微煮一会儿 等豆腐差不多煮熟一点 对 豆腐其实就是已经熟了 就泡一会儿出点味道 是不是 嗯 这会儿多久 两分钟 两分钟 其实我喜欢把豆腐在里面 垮的乱七八糟 垮碎了 天哥喜欢 天哥喜欢单独装一碗 小心啊 哦 成功 现在天哥做的饭越来越有妈妈的味道了 哇 好棒 哪一碗是我的 你要哪碗 我要这碗 好 先加一点香菜 我拿一半哈 加一点香菜 然后我还喜欢加一点榨菜 这个 我很喜欢吃榨菜 然后最后再来一点醋 你要醋吗 不要 成功变成酸辣汤 好了 搞定 我来断 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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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 先走了 今天的饭就很简单 这个是刚刚天哥做的豆腐脑 然后我还炒了一个有卖菜 很简单 一分钟就炒好了 然后今天中午就吃素 好烫 开心 家常菜 快碎一点 快想喝个冬天吃 好好喝 好适合冬天早上起来喝 我刚刚下午在家里做了一个 古早蛋糕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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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骨 party 乖 有地 你要吃 焦 想饭 和肉 搅拌 骨葱 ほど 给你们一起拆一个新的包裹 这个是那个click and grow的一个自动花园种菜系统 这一台是这个品牌在新加坡的 应该是经销商 他们送了我一台 其实我对原意就是种东西 尤其是需要用老土的东西 我真的是一窍不通 但这一套东西它好像就不需要你就是很会 然后不需要你花很多心思去照顾它 它就能够长出来一些可以吃的菜 比如说像是新鲜的Basal 然后可以种那种小番茄 可以种应该也可以种香菜 它这有好多个不同的可以种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经常在家做饭的话 很适合在家种一点这种小的就是可以吃的香料 因为每次买的话又很容易坏 然后一买就会买的很多 就很不合理 如果能保证家里一直都有活着的 在一直长的那种像是葱啊 Basal啊或者是薄荷叶 我觉得都还挺方便的 所以我想试试看这个 它的概念还挺有意思的 它上面这个机器上面有三个这样子的小孔 然后每一个孔里面就可以种一个苗 然后它这个送的就是三株可以种的种子 我把它打开给你们看 这三个都是Basal的 就是罗勒 就先种这三个试试看 我真的是原意很白吃的 我养死过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东西 希望这个应该能够好很多 咦 走开 这里面都是土 它这里面就是三坨这样子的小土堆 然后每一个土里面应该就是有这个Basal的种子 就这样吗 然后 外面好像又下雨了 OK 现在我三颗种子都放进去 然后它说要把这个小盖子放上去 它应该是一个可以保温的 像温室一样那种效果的一个塑料罩子 把它盖在这个上面 我现在准备去找个地方把它放起来 然后再给它浇水 它弄好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上面盖了这个塑料盖的 哇 外面天好黑 我准备把它暂时先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正好是我们家厨房的 就是水池旁边的一块小地方 它正好有一个窄窄的一个平台 所以就准备先放这儿 然后旁边还有两颗我们家现在仅存的还活着的植物 这两个 然后窗旁边还有一颗我在种的葱 水培的葱 哇 好亮 OK 这样就好了 到时候过两天 如果它发芽了 长出来了 我再给你们看 是吧 给你们看我厨房现在乱七八糟的样子 全是东西 昨天在家里拍了很多照片 就是在 就是在这个位置 拍了很多新品的照片 现在上面还放着这个杯子 然后这个吸管都是 因为这块地方有一片很大的白墙壁 然后这边有窗户 所以进来光线也不错 所以我经常喜欢在这里拍东西 昨天就在这边拍了很多 然后拍完之后还没有收拾 这上面也堆满了 没有来得及收 啪啪 还玩不 早上天哥带皮皮出去散步了 刚刚才回来 我们昨天晚上跟朋友去吃了香菜 就是湖南菜 然后打包了一份超大的菜回来 这个是那个剁椒鱼头 然后昨天我们都没有吃完它 还剩挺多的 我们就打包回来了 今天就准备用这个汤做面条吃 我记得以前在长沙的时候 我也经常喜欢在剁椒鱼头里面煮面条 天哪 还看这个鱼头结成鱼洞了 鱼汤就会变成鱼洞了 不玩了 不玩了 把它煮 我把鱼汤都盛出来 然后煮了面条 中间这个是还剩下的好大一个鱼头 里面还有很多肉 可以吃掉它 这个菜是我们 这个长沙的时候 也是要大场合才能吃着的 是吧 就那种坐你板桌的家庭聚会才会点这个菜 要不也吃不完是不是 是 太大一个了 这个鱼桶 是啥呢 哪个是我的呀 这个小花是我的吧 对心 好好喝 太好喝了 今天天气好好 好晒 我们现在去一家cafe 约了一个下午喝咖啡 因为上一次我们一起去做的那个淘气好了 所以今天就可以拿到我上次捏的淘气 今天我们回家比较早 就准备带皮皮去一下狗公园 玩一玩 好久没有去狗公园了 是不是 是 哇你看有夕阳 鱼快看有夕阳 两个星期前给它剪的毛 现在又长长了 你看皮皮的毛 哇 哇这边好漂亮 皮皮上去了 门口 门口站着两只狗狗在等着 哎呀好可爱 睡吧皮皮 别怕 对 不是 皮皮无事 你快来吧 走啊 是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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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面了 走啊 你忙吧 皮皮去玩吧 去吧 嗨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周三 我现在在剪视频 这个星期其实我有一点忙 因为接了几个工作 然后网店最近也上了一些新的产品 所以最近拍东西啊 然后筹备这方面还挺花时间的 所以这一周就感觉过得很忙很充实 哦对了 我想给你们看 我那天种的那个Basel 好像发芽了 现在正好它这个灯是关掉的状态 一会儿晚一点它可能又会再打开 这样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种的这三个好像都发芽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 它里面这里长了绿色的小芽 这两个比较明显一点 因为它叶子长得比较大 能看到吗 这里已经发芽了 绿色的小苗 这边也有 哇 好开心 才种了几天的时间 然后我在这边弄的一个水培的葱 就是这个 它也长长了好多诶 我前两天有在Instagram上发那个照片 当时这一盆葱还刚种下 可能一两天左右 然后今天就已经长到这么高了 好神奇啊 这个就是我在超市买的普通的小葱 然后我把下面这一段大概这么长的根剪下来了 然后就把根的一半左右放在水里面 就这样水培就能长出一些葱来 还不错耶 挺神奇的 好好玩 它根本就不需要怎么去照顾它 但是下面这个水有时候会变浑浊 我就会给它换一下新鲜的水 除此之外就很简单 好好玩啊 居然长出来新的葱了 神奇 现在看到的下面这边有一层这个白色的皮 这是最开始它的长度 上面这些绿的全是新长出来的 好神奇哦 我觉得种这种能吃的蔬菜还挺有意思的 好吧 那这个星期的vlog就到这儿结束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我们下周再见 i can tell her how i feel, scream it out loud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have you ever lost your head? have you felt like you were out of breath when you saw her in that dress when your heart's beating fast and you're sweating and you can't stop looking at her smile then you've been in love that's how you know you've been in lov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way she laughs and the way she